昨天的时候不知道你外出有没有注意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这温度很高 像台北市的高温昨天连续有两个半小时在35度 第二件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防晒 刚刚早上有个摄影 昨天休假跑去骑了个假哈车 结果整个手臂全部都晒伤了 您今天两件事情都要注意 我们就先来看看准备出门的户外天气了 注意到北部 现在已经到了29度 30度了 温度升的真的是蛮快的 之前我们就说大概会到30度 现在8点钟资料出来已经在30度了 南部地区在29 目前来看的话 西半部地区有一点点薄薄的云层 中部地区云量多一点 不过这云层倒是不会下雨 之后云层一散以后 这阳光跟昨天一样的毒辣呢 东半部地区阳光露脸之下29度 外岛地区的马祖倒是有受到一些云层影响 云量多一点 气温也舒适一些在26 但是到了澎湖已经在28度了 白天一样是一个炎热的天气 防晒工作不能少 就来看看卫星云图 从卫星云图上可以注意到这条就是封面云带了 今天的封面有点往南移动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太平洋高压的势力有略微的减弱一点 所以呢在早上的时候封面前缘的一些高空的云层就移到了我们台湾的上空了 不过到了现在这个时候随着日照之下地表温度开始上升 这云层呢也就会逐渐的要消散掉了 今天呢同样要注意的就是防晒跟中午温度高 不过到了下午以后呢倒是要提醒您注意 哎导播我再回到刚刚的卫星云图 下午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主要就是要注意到午后阵雨了 今天因为有些水汽在台湾北部 所以到了中午以后呢倒是有午后阵雨的机会了 其中当然以桃园台北基隆会比较偏多一点 到了中南部午后阵雨还不会下 等到明天呢太平洋高压势力再退缩一些 午后阵雨从北到南都有机会发生 不过到了星期天呢太平洋高压势力再一伸展过来 我们又回到了一个炎热的天气了 所以在这七月份的这段时间来说 每天你感受上只有一个字就是热了 不过今天外出活动要特别注意到防晒了 为什么呢我们就来看看紫外线的预报了 在今天白天呢跟昨天一样 从北到南这紫外线都会到达危险级 这外出呢不只要擦防晒油 给您个建议最好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减少在户外活动 因为这段时间的紫外线可是最强的 很容易把皮肤晒伤 今天紫外线一样是偏高的天气 而且尤其到了高山地区呢 像如果你到了玉山或者是荷欢山 这边的紫外线甚至会到达危险之上呢 所以今天外出可要特别的留意到了 接着呢就来看看温度的状况了 在白天的温度状况来说呢 跟昨天一样的热 北部的高温35度 午后震雨在今天中午以后 山区有机会发生了 但是到了中部跟南部地区的朋友 午后震雨不会发生 高温在34度防晒工作不能少 还有记得要多补充水分 可要小心不要中暑了 另外东半部地区呢 宜兰有点午后震雨 倒是到了台东呢 西南风之下下沉增温的作用 所以台东预报高温有到35度 今天的天气是热乎乎的 小丁宁也要提醒您注意了 主要中午天气是属于高温又炎热 记得要多喝水可要小心不要中暑了 更多的新闻重点交给淑芬